這個第二課就是我們現在要教一些深度學習的基礎知識 我們上一節課的時候有講到這個線性回歸嘛 然後大家已經忘記線性回歸怎麼算了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啦 因為就算你們記得線性回歸當初你們是怎麼解的 我們現在也不可能用那個方法解啦 這個我們如果我們要做這個深度學習或人工智慧的話 我們一定需要其他種數學工具 才有可能把這個更複雜的函數把它解開來這樣子 但是我們用那個我們現在還是用線性回歸為例 但是我們要用那個更複雜的數學工具來解它這樣子 好這個我們先假設一件事情 這個人工智慧它其實就是一個數學上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概念我們在第一節課的時候阿遠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反正我丟個東西進去給他 中間他進行了一些運算之後 不管怎麼樣最後我就會出現一個output 對吧 那我們換個講法就是我給他一張圖 那張圖 也許是貓也許是狗 那我希望他出來的結果就告訴我 他是貓還是狗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齁 好如果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的話 那你在更深一層一個層次來想 這函數裡面阿 函數裡面是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以數學的形式去表達 假設說上節課我們是不是有用到這個開根號 數學的表達什麼 是不是0.54 對不對所以 函數裡面阿我們要全部把它顯成數學式 全部顯成數學式的話 這個x阿 x反正總之就是一堆數字嘛對不對 剛剛那些那個 以那個貓狗這個圖片來講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三維的陣列 三維的數值陣列 然後裡面的value介於0到1之間 他總是能夠有某一種形式去呈現說 他是隻貓他是隻狗嘛 這樣子大概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先來講個最簡單的例子 如果要連接兩個數值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現行回歸 現行回歸的樣子長成這個樣子 大家有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對不對 好 好 那現行回歸阿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行回歸要求解 他的解要怎麼求 我們就是求殘差平方核嗎 殘差平方核就是 Y-Y-Hot Y-Hot就是我們的預測值 這個就是beta0加上beta1乘x得到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叫做我們的loss 我們希望阿我們的loss最小化 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這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把我們的Y-Hot 把它展開的話 大概會長成這個樣子 因為Y-Hot等於beta0加beta1乘x 然後Y-I減掉它 然後括號平方 這全部累加起來 這就是我們loss 到這裡為止 有沒有人有聽不懂的阿 阿不然聽得懂我舉手好了 阿沒有人舉手 真的聽不懂 欸不不 真的都沒有人聽得懂 我好難過 來 這個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呃就是 現金違規 如果我們要算的時候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在一個散布圖上面 好 這邊有一堆點 這邊有一堆點 那我們要決定一條直線 那這條直線要怎麼決定 我這條直線可不可以畫在這裡 你覺得畫在這裡跟畫在這裡哪一條比較好 這兩條 第一條跟第二條 是不是第二條看起來比較好 看起來比較好嘛 對不對 好那問題是 我們覺得第二條比較好 可是這個 我們要怎麼用數學上去決定 第二條實際上比較好 我們發現一件事阿 第二條他離這些點都比較近 什麼叫離這些點都比較近呢 就是 這個點 他離他的距離 這個點離他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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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這個東西阿 叫做1 1是residual的意思 就是殘差 這個阿 我們希望阿 每一點的1 他的平方 每加起來 我們希望他最小化 那我們就找到一條線 可以滿足這個方程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的這個殘差要怎麼計算 我是不是要先計算出他的預測點 預測值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預測值怎麼算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 一個beta0跟一個beta1 這個beta0跟beta1 反正我隨便帶一組數字進去 我一定可以 算出他的預測值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 呃 我就可以計算出 當下 這個beta0跟beta1 他的殘差平方合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我們現在換個講法啦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有一組數據 我們今天有一組數據 我們簡單一點好不好 我們就三個點 可以 好 就這三個點 然後這三個點分別是 1 1 2 2 然後跟這個 呃 跟 這個 2 3 好了 我們就這三個點 1 1 2 2 2 3 這樣可以嗎 那假設我們現在有一條 方程式 這條方程式啊 beta0 等於1 beta1 等於1 那這樣這條方程式 是不是 就是 這一條線 是不是就是這條線 對啊 這一條 這一條 這個可以 這是他沒有錯吧 那我要怎麼計算 這一條線 這個beta0跟這個beta1 他的殘差平方核 是不是就是 我先預測說 x等於1的時候 y是不是就等於1 x等於2 y就等於2 x等於2 因為這一點 這一點的x也是2嘛 對不對 y就等於2 然後他的 y啊 是yhat 那實際的y是 1 2 3 對不對 這可以接受嗎 1 2 3 所以他的 residual是多少 這裡是1 這裡是0 這裡是0 所以 當 滿足這個條件的時候 這個方程式的 殘差平方核 等於1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我已經一個一個算了 非常簡單啊 那如果有一條線 是 b 等於 b0 等於2 b1 也等於2 這樣這條線的殘差平方核是多少呢 是不是 x等於1的時候 欸 不好意思 這裡beta0 我剛剛畫的這條線beta0是0啦 他只有斜率為1 然後他的結局是0 好 那如果我現在換成這條線 這一條線 他就是 原點加2嘛 然後斜率為2嘛 所以他大概這樣長 這一條線 這樣可以吧 這條線的殘差平方核 是不是顯而易見的 比這個上一條線來得更大 為什麼 因為他離 他離這個點的距離 在這裡 他離這個點的距離 在這裡 然後離這個點的距離 在這裡 他加起來一定更大嘛 所以這兩條線 我們覺得哪一條線比較好 一定是 上面這條線比較好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喔 不過 至於最好的一條線在哪裡 這個我們可能還要求數學4來解 但是 我們至少知道這條比這條好 這樣可以吧 這是根據我們定義出來的 好 不過 我們現在繼續來看喔 現行回歸就是定義 這個殘差平方核最小的地方在哪裡 好 這是我們要求解嘛 就是我們要求這個極值 也就是 當β0跟β1 各等於多少的時候 我們的 殘差平方核會最小化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們要求極值 請問一下要用什麼方法求啊 應該用 用微分嘛 有沒有人有問題啊 求極值要用微分 有沒有人有覺得有問題的 還是有想要其他方法 你的表情怎麼了 你有想要其他方法嗎 真的嗎 那我們來給大家一些加分的機會好不好 如果有人可以講出這個 當初 現行回歸的時候是高一學的吧 對不對 你們這些是高一學的嗎 沒有印象了 還是你們的課都那個 你們上高中的時候那個課都有經過很大幅度的濃縮 其實你也搞不太清楚是高幾學 高一嘛 我記得是高一學的啊 高一學過為積分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可是高一可以解出來耶 所以請問一下 欸 配方法 來來來上來寫名字 我等一下會 我等一下會拿去給你加分 你怕寫在黑板上不好意思是不是 那個 那個 拿一張紙 拿一張紙 給他記一下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欸欸欸欸欸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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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啦要啦 好啦好啦不然那個同學 你那個 你去問一下 你去問一下 去把他名字弄起來 欸配方法我覺得非常好啊 欸大家居然還記得配方法這回事啊 欸我跟你們老實講啊 這個 我 我上這個課齁 也上了蠻多次的啊 這個 第一次有人 第一時間就可以講出配方法耶 這個你們的學長學姐 好像都還沒有這個能力這樣子啊 所以真的是很特別啊 你學 欸你們學長學姐 當初在上 這節課的時候 年紀就跟你們一樣 好不好 好啦好啦配方法很好 不過我們就不要 求那個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 汽車了 沒有必要再騎腳踏車嘛 對不對 有微分當然要微分啊 所以 我們現在要求極值的時候 一定就是用微分來求極值嘛 對不對 那微分怎麼求極值 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我們先不要考慮那麼複雜的式子啦 今天 眼前我們有個式子 x平方加2x加1 這個微分求極值 它的極值在哪裡 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個 微分之後 微分之後 函數在倒函數對不對 倒函數為0的地方 就是極值 好我們再來給個加分機會好不好 來這個 為什麼倒函數為0的地方就是極值啊 來來來去把它名字記起來 好 所以倒函數切線函數啊 這個 就是斜率函數 這個可以理解吧 倒函數斜率函數 當斜率等於0的時候 欸我跟你們講喔 等一下我後面講那個 我現在 你現在都覺得我在複習高中啊 等一下我後面講那個 跟斜率函數 斜率為0這件事很重要喔 好不好來 那下一頁 好那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啦 這個 現金回歸有幾個 未知數 兩個未知數對不對 兩個未知數 然後 我要解 兩個 如果我有兩個未知數的話 是不是 我就要 有兩個市值才有辦法求他 至少要有兩個市值才有辦法求他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當如果我的未知數 有100萬個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要 100萬個市值才有辦法求他 那我問一下啦 你們以前解過二元連立方程式對吧 很輕鬆 二元很輕鬆 你們有沒有印象中 考試的時候考三元就有點累了 因為你們要 不斷的先代入代入代入嘛 然後再回去嘛 對不對 有印象嗎 三元連立方程式 你們可以想像手算一個五元連立方程式嗎 應該從來沒有考過五元連立方程式吧 對不對 因為計算過程很複雜 因為你要不斷的代入代入代入嘛 對不對 然後最後再回推回去 對吧 所以說啊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求幾值 用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方法求的話 他面對一個代解參數過多的函數來講 太複雜了 我們不可以用這種方法求 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求 這樣知道吧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線性回歸只有兩個位置數沒有錯 可是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進行的這個人工智慧的開發 那個人工 我們要做的那個 數學函數 他可能會有超過一百萬個位置數啊 你超過一百萬個位置數 電腦就算解的再快 也不可能把 也不可能解一百萬元連立方程式 一百萬元連立方程式啦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欸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要怎麼求咧 我們要學一個新的東西 叫梯度下降法 這梯度下降法 邏輯是這個樣子的喔 欸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仔細思考一下那個情境喔 這個想聽的可以聽一下 就是啊 這個 呃 我們 現在想要 模擬一個這個狀況 就是 如果現在啊 有一個函數長的這個樣子 長的這個樣子 好有一個函數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啊 我現在想 我現在 隨機的 隨機的 把他丟在這一點 那我希望啊 因為 因為他丟在這一點嘛 那當 丟在這一點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當前的斜率為多少 如果我有 假如說這個函數 是一個 Fx這個函數 我是不是 可以同時可以有一個 Fx的導函數 這是我的導函數 我把我的導函數 帶進當前的點 是不是就是我 我當前的切線斜率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當前的切線斜率 那如果 當前的切線斜率 為正的時候 如果我要往最高點走 如果我要往最高點走 當前切線斜率為正 我應該要往右走 還是往左走 沒有人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好了我們換個講法好不好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 今天要找到全台灣 這個我們現在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喔 然後也沒有那個Google Map喔 我們現在要找到台灣的最高點在哪裡 然後你只能用自己的雙腳走 請問一下你會怎麼走 眼睛閉起來還是可以走阿 眼睛閉起來還是可以走阿 你可以用腳去感覺阿 對不對 你會感覺 你會怎麼感覺呢 你會說欸我現在踏這一步 我會感覺一下周圍的方向 對不對 如果周圍的方向是往上的 我是不是就會盡可能往那邊走 這樣我才有機會找到 然後你選 我方向是最高點嘛 對不對 按照這個國籍的話 我們應該會走到那個 女生宿舍 對不對 是嗎 女生宿舍應該比較高吧 啊 搞不太清楚 沒去過不知道 沒去過不知道 那你可以閉起來很清楚我看阿 那 如果你就走到那裡 那樣 這個 會不會 這樣在車 在車送走這樣 好 那個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要找到一個 函數的極值 我們除了直接 找切線斜率等於0的地方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想法喔 就是我們先隨機 找一個起始點 那個起始點在哪裡都無所謂 然後接著阿 我們想要沿著 我們如果想找最低點 就是沿著斜率的反方向走 斜率為正代表 往右走是增加對吧 斜率為正代表往右走增加 如果我們要找最低點 就是往左走 所以我們就要減掉斜率 這樣可以嗎 如果斜率為負的話 我們要往左走還往右走 如果要找最低點 往左走對吧 往左走怎麼走 往左走是不是 這個 你自己想一下喔 減掉一個正數 是往什麼方向走 左走對吧 往左走 減掉一個負數 減掉一個負數 是不是往右走 所以剛好跟斜率 我們可以減掉當前的斜率 這樣我們就是 往當前的斜率那個方向 的反方向走 這樣可以嗎 當前斜率為正 我就回頭 當前斜率為負 我就前進 這樣我就可以一直找到最低點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 把這個想法 把它apply到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球姐來 剛剛那個函數 是 x平方 加2x加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它的導函數是多少 它的導函數 是不是2x加2 我們現在隨機給它一個起始點 它是10 隨機給它一個起始點 是10喔 那這個 那這個10啊 減掉LR 這個式子就是 我的 我從這裡 走到下一步 我是follow哪個 rule 來看一下這個 rule 是什麼 當前的位置 減掉LR 乘上 導函數 把當前的位置帶進去 所以 右邊這一大串 看不懂的部分 是斜率 對吧 當前的斜率 LR是什麼呢 LR是學習率 learning rate 我們在這邊 給它一個很小的數字 這個東西叫步伏 也就是我要走多大步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步伏是我可以控制的喔 舉例來說我現在這邊設0.05 通常不要設一個太大的值啦 舉例來說我設0.05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這個 我們現在就把它帶進來 這個一開始 起始點是10 對不對 10 減掉 LR乘上 把10 帶進我的導函數裡面 對嗎 這是我下一個 下一步的位置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10 減掉0.05 再乘上 括號 2x加2嘛 對不對 2x加2 是不是把10帶進來 是不是 乘以22 最後我們是不是得到8.9 這個數字 可以接受嗎 這個過程有沒有人 聽得懂的舉手好了 我們不要聽不懂的舉手 聽得懂的舉手 剛剛回答問題的同學 你聽得懂嗎 還可以 還可以 真的嗎 還可以那我們繼續 欸有沒有人完全聽不懂了 欸有沒有人 這個非常基礎喔 這個如果不懂的話 等一下後面你會覺得 一定會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們再講一次喔 我們 我們先不管 就是求微分可能很難啦好不好 我們先不管微分怎麼求好不好 總之就是 我們如果想要求一個函數的極值 我們除了可以直接找到切線斜率為0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沿著當前的切線斜率 去往他的反方向走 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最低值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在做這個示範 我們要找到最低值 我們一開始給他10 10這個位置顯然不是最低值嘛 對不對 最小值的位置 以剛剛那個函數來講 應該是正1對吧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第二 那接下來我們一開始從10走到8.9了對不對 那8.9會走到哪裡咧 8.9繼續把它往下帶 我們會走到7.91對吧 哦剛剛那個函數的極值是-1啦 好那依此類推一直往下走下去 你就會走到-1 為什麼會走到-1 他不是還要一直減嗎 為什麼走到-1就不動了 有沒有人要再尋求一下加分機會的 沒有的話問一下剛剛說切線斜率那個同學 欸同學 為什麼到-1就不動了 搞不太清楚沒關係 來注意一下我們的柿子的右邊 都是減掉切線斜率對吧 所以當切線斜率為0的時候他是不是就不會動 切線斜率為0的時候他就不會動囉 那切線斜率為0的地方在哪裡 是不是就說我們要有極值 所以這個過程的好處 這個叫T2下降法 這個過程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一開始不管在哪裡啊 總之我就沿著某個方向動 動到某一個我動不了的地方 那他其實就是極值了 因為那個地方切線斜率為0 只有在切線斜率為0的時候我不會動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就是T2下降法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示範啦 好不好來 這個 我們把這一大串直接複製下來 你要有 上一節課的基礎 這一節課你才看得懂 我們的Original Function 是我們自己設的喔 X的平方 Differential Function是2X 這個我們要自己設 這個是X平方 這個是2X 所以這是我們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我們隨機給他指定一個 StarValue 覺得它說是5 然後Rain Rate 隨便指定一個 覺得它說是0.1 然後我們的Number of Iteration 這個就是我們要走幾步 我們走1000步 好不好 然後這是我們ResultX 我們Repeat Na Number of Iteration次 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ResultX全部都是Na 就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它是多少 然後I等於1的時候 我們把ResultX變成StarValue 然後I等於2以後開始 上一代的X 上一代的ResultX 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然後把上一代的值帶進去 就是下一代的值 好我們把這樣的一個過程 全部Source之後 你會發現答案是 非常非常接近0 這是7.688 乘上10的-9的7次方 好我們這邊來故意換一些函數好不好 假如說 X平方 加3X 再加2 那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是多少咧 是不是2乘X加3 可以接受嗎 我這邊做了一些修正 我現在按Source 他告訴我 集值是-1.5 有沒有人要馬上驗證一下 集值是不是-1.5的 嗯 是指對嘛對不對 要不要再多換一點函數 舉例來說我們這邊 搞一點複雜一點的函數好了 X的 舉例來說 0.75倍的X平方 這邊就是在乘以0.75 然後再加上 呃 好我們就 我們就 就這樣好了 那這樣 集值就在-2 好啦我想告訴大家 是等一下大家 先把這一串 做好好不好 然後我們做一些 我們做一些改變 我們故意把StarValue換成50 你會發現 結果還是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StarValue其實是多少其實不重要 因為走的夠久 他總是會走到極止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先把這一串 做一個這個 就是練習好不好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好當你這個 玩完這個 T2下降法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把Lane Rate調的太小 或太 太小的話他就會走不動 我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我這邊Lane Rate給他 調成000000 那當然他是走不動的啊 為什麼他 一步走得太小了對不對 即使走了1000步 也走不到終點啊 那如果我把Lane Rate調太大 只要說調個20好了 你會發現他怎麼不Walk 然後調1.02好了 1.02你就會發現他不Walk了 他怎麼最後到 1.02是Walk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2.02 2.02就爆了 1.05呢 1.2 所以他的關鍵值在哪裡 你看 1.4 你們會看到1.4 他就已經出現這種 莫名其妙的數字了 負1.6乘上10的43次方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原因這樣子 我們現在在這個函數上面 沿著斜率往下走對不對 如果他一步就跨過了這個 直接到了另外一邊 斜率又有負了 他是不是就 然後走路的過程就會非常奇怪 就會這樣 支支型的下降 那如果在步伐再大一點的話 他甚至就不會再往下了 所以說這個步伐不能設的太大 也不能設的太小喔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我們要知道說 神經網路有這個超參數要設置 Lending rate這個東西大家要記住喔 等一下我們的課程的最後 會有Lending rate這個東西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 用T2下降法來解釋先行回歸 微分的過程我們跳過啦 好不好 總之就是我們現在 Y等於Beta0加Beta1乘以X對吧 然後 這個Loss是我們的損失函數嘛對不對 損失函數是 Y-YH的平方 在Sigma起來之後 2N分之1 這2N分之1主要 N分之1主要是平均啦 那2這個等一下 就是跟這個倒函數之後 這個平方部分把它約掉了 好那 這兩個四合在一起 就是把Y-H換成了Beta0加Beta1X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那我們現在要對Loss 求Beta0的偏導函數 跟Beta1的偏導函數 有了這兩個偏導函數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Beta0跟Beta1帶進去 求得當前Beta0的斜率 和當前Beta1的斜率 這個偏導函數的過程如下 我們需要用到連鎖率 這邊我們就不特別解啦 總之我們知道結果就是 Beta0的偏導函數就是1N分之1 SigmaY-H減掉YA 然後Beta1的偏導函數就是N分之1 SigmaY-H減掉YA在乘上X 好這兩個是Beta0跟Beta1的偏導函數 而這個T度下降法的公式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 當前的Beta0減掉LR乘上Beta0的偏導函數 把這個當前的Beta0跟Beta1帶進去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用R原來實現所有的公式阿 好還記得那一串數字嗎 那一串數字被我插掉了嗎 在那裡 我們今天 喔我這桿1跟2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1跟2做的嘛對不對 第一個變槍跟第二個變槍做的 我們用第一個變槍預測第二個變槍的時候 是 就是 擷距是3.41895 然後斜率是-0.06188 可以嗎 我們就寫在上面了對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Original Function跟Differential Function 分別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他的Original Function是不是 YHOT等於Beta0加上Beta1乘X 這兩個X是不是就是本來的這兩個X彎Y 這樣可以嗎 然後阿就是你帶進一個Beta0之後 這個YHOT跟Y本身 平方之後累加起來 再除以2再除以N 這個LensX就是N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當前的損失 而這個是Differential Function Differential Function長什麼樣子咧 YHOT減掉Y 累加起來再除以N 這是不是 來再看一下我們前面的式子 YHOT減掉Y 累加起來再除以N 這樣可以接受喔 YHOT減掉Y 累加起來之後再除以N YHOT減掉Y乘上X之後累加起來再除以N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是Beta0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這是Beta1Differential Function 我們來把 這個結果把它放下來 來看著回圈怎麼做喔 LainRate0.05 我們要走100代 Repeat0 1000次 Repeat01000次 下一代的 Answer就是上代的Answer 剪掉LOR乘上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0 Beta0 上一代的Beta0帶進來 上一代的Beta1帶進來 還要把X跟Y帶進來 好我們來試一下 Beta0跟Beta1分別是多少好不好 我們來Source 欸怎麼 喔這個是Lesson2 欸怎麼那麼不給面子 為什麼答案是這個樣子 喔這個不夠多帶是不是 那給他多帶一點好了 3.41895 欸是不是非常接近 可以嗎 大家有沒有看到答案 答案跟這個 黑板上是不是非常接近 -0.06188 幾乎就是一模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就是 呃 我們的這個線性回歸 也可以用T度下降法來解 這樣可以嗎 再想 再思考一次T度下降法的邏輯 T度下降法的邏輯是 沿著斜率往斜率的反方向走 這樣我們可以找到最小值 所以只要我們可以定義出一個 預測函數跟一個損失函數 且這兩個函數滿足可違分 如果要可違分才有辦法用T度下降法嗎 我才可以看到當前 當前斜率對吧 這樣子我就可以用T度下降法解 所以說 人工智慧其實就是 你只要定義好一個 預測函數跟一個損失函數 你就可以做出來了 而他的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 我們都可以直進成任意的形式 只要他可違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現在 同樣的問題 我們要用MXNet來求解了 所以 你現在就需要用MXNet 我們很快把這裡 run過 然後等一下大家 一定要用MXNet親手求解過 這樣子 首先你要先Library MXNet 這就是我剛剛跟你們講說 一定要裝那個東西 好我們把剛剛求解的結果把它去掉 好接著 我們把X跟Y把它定義成這個樣子 XArray跟YArray 我們先清空再做一次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XArray 他的形狀是長成1乘上150喔 他不是150乘上1喔 注意喔他的方向跟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 我們之前習慣的是不一樣 我們再看一下他的Dimension 1乘150 Y呢 Y的Dimension呢 Y的Dimension就只有150嘛 因為他就只有這個 他就是要預測150個數字嘛 好 接著我們定義一下預測函數 這個預測函數 就是現金回歸的樣子 首先 Data進來之後 經過一個叫Fully Connected 這個東西你們只要 你們 不知道他是什麼 沒關係你就知道 他是一個矩陣 他就是做一個 全部把他 每一個 前面的每一個數字 都給個權重 全部加起來之後 的一個結果 好 那因為 然後他的輸出是一圍 他的輸出是一圍 接著之後 我們要進行Linear Regression Output 因為我們在做Linear Regression 這個部分 我就在做現金回歸而已 大家那個 記不起來 因為你們也不會用到其他方法 所以你們就知道 現金回歸這麼做 好不好 那 等一下我們要做後面的 神經網路的時候 這部分會做一些修正 但是大家基本上 不用做什麼太大的改變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求解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這個 Output Layer 是這個東西 這裡是定義我們的 函數的樣子 這是我們定義函數的樣子 這裡是定義我們的求解過程 這裡是不是有Linear Regression 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的參數 我們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就先不要管 那些我們都不要調 Number of Run的顯然 這個也是我們應該看得懂的參數 就是他要 持續幾代 對吧 我們剛剛設1000嘛 對不對 但這邊Number of Run的 跟剛剛我們的1000 次數有點不太一樣 但總之就是設越多 就越這個就是 會跑越久 對不對 好我們來按一下Source 欸注意Source 它這邊跑了一大堆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叫 LR Model 我們來直接Print出來看一下 它答案 欸太不給面子了吧 怎麼是 怎麼數字會不對勒 不然我們來 不然我們來這個 我們來多帶一點好了 我們這個給它 1萬代 1萬代應該會跑比較快啦 它其實還可以繼續降 這是它當前的Loss 它當前的Loss還可以繼續降 所以 當然那個數字就 數字就還會變化 好我懶得等它弄完了 我決定要 決定1000代就好了 應該1000代就不太會動了 我剛剛已經看到到6 就是大概 這個 就差不多這裡就已經不太會動了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多少 好看到了嗎 這個答案是不是已經跟我們的這個 結果非常非常相近了 欸你會說好像有一點誤差 這個誤差的原因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 因為啊 這個 我們的這個MXNET 這個 這個Model啊 它每一次 只會抽 20個樣本上來進行 梯度的計算 它不會抽所有的樣本上來做梯度的計算 所以說它的這個結果啊 會跟我們真實的 直接算的結果有一點差別 不過 這個 聽起來好像是個問題啦 不過實際上不是 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喔 如果今天我們在一個 凹凹凸凸的這個 平面上面 在一個凹凹凸凸的一個地圖上面 進行爬山 我們是不是很容易 不小心被困在 局部的極值 舉例說你在台北 你想要找全台灣最高峰 在哪裡 一定是玉山嘛對不對 結果你從台北市開始走 你走到七星山的山頂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好像沒有更高的地方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動啦 因為切線斜率為0了 不過啊 如果說 這個 你每一次只抽20個Sample上來 那這相當於這個地圖啊 是會有一點波動的 就是有點像海浪那樣子 就是 這個 因為它每次會有一些 隨機的這個 隨機的這個成分在裡面嘛 它就有點像海浪這樣波動 那像海浪這樣波動 你就不容易被困在局部極值 你就更容易找到局部最大值 所以說啊 這個Bench Size 不等於 Full Sample其實也是有這個好處的 好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啦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模型存起來呢 我們可以用 MX Model Safe這個模型 把它存起來 然後並且用 Model Load把它讀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用Predict函數 進行Predict 我們來注意喔 來我們來看一次 我們的這個 現在在這個 Workshop這裡 這裡 這裡現在有兩個Model 我把它刪掉 好我們現在把當前的模型存下來 為什麼不行 好 我們不管啦 我們就把它直接存在這個Model 因為沒有Model這個 好 我們直接存在這件事 看到這兩個檔案 這兩個檔案就是我們Model 然後我們把這個Model 我們把它清空 再把Model讀回來 是不是回來了 這個是不是回來了 那我們要怎麼運用它呢 我們可以用Predict函數進行預測 只要說現在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Value是3 我們想要預測3的 就是X帶3 Y是多少 我們這樣子按了Enter之後呢 它就會告訴我答案是3.5 好那我們現在這一節課大概講到這裡 我們給大家 這個10分鐘的時間 把剛剛說的過程都RUN過一次 5到10分鐘看大家狀況好不好